肉片汤这样做,好吃又简单 大家好,我是刘毅 今天和大家分享肉片汤的家常做法 汤纤味浓,肉片滑嫩,老少煎鱼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保证让你一看就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新鲜的猪里脊肉300克 重要是放在冰柜稍微冻一下 这样更好切 接着改刀 先把里脊肉切成大块 再顶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厚度大概在1块钱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 切好先放入清水中浸泡10分钟 去除肉里边的血水和一些新气味 接着准备配菜 番茄一个清洗干净 从中间切开,去掉地补药 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黄瓜一根清洗干净 切去头尾不要 再切成薄片 放入西红柿和黄瓜 颜色好看 而且鲜味和香味都更浓郁 小葱领根把葱白部位切成段 葱叶切成葱花 生姜少许切成姜片 和葱白放在一起 用来枪锅的时候用 接着把浸泡过的肉片清洗一下 然后露出几杆水分 接下来露出面肤 要想做出的肉片汤好吃 一定要选择用红薯粉 当然没有的用土豆淀粉也可以 再打入母鸡蛋一个 用手慢慢地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颗粒 成这样的酸来装就可以了 接着给肉片腌个底味 放入少许的盐 小半少了浮酵粉和料酒 稍微多一点去腥 然后用手慢慢地抓拌均匀 翻拌至看不见汁水 肉片表面起粘 然后倒入和好的腹中 抓拌均匀 成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先把锅烧干 然后放入适量的葱油 油热后下入姜葱 扁炒出香味 炒香后下入西红柿扁炒 稍微时间扁炒长一点 这样汤汁的颜色更加的好看 炒至西红柿稍微软烂 然后倒入开水 保持大火先烧开 然后关小火下入肉片 下的时候就是像这样一片一片的放入 这样受热均匀 成形好看 全部下完后先静置五六秒钟 再把火稍微开大一点 用勺子推动 让其受热均匀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烹饪小知识 要想做出的肉片汤口感吃着滑嫩 火后切就不要太大 开锅后保持小火煮至四十秒钟 然后倒入红柿片 用勺子推匀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半勺的鸡精味精 和少许的胡椒粉去腥提味 用勺子推动画开调料 再煮至五六秒钟 放入小葱花就可以关火出锅 装入碗中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鲜香滑嫩 下酒下饭都不错的肉片汤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